那么说到现在官员追着眼前的话题跑 日前哈马斯海外领导人是宣称说 中国大陆可能会参考他们在10月7号 袭击以色列的做法用在台海 那么大陆是有降领加以驳斥 只不过现在好像传出北韩 有南韩官员在说北韩可能仿效 那么这是谁提出的说法呢 另外假如真的有这样的事情的话 南韩有防范的办法吗 前好 好 最近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交战 让南韩这边其实相当担心的 如果碰到类似的情况 南韩这边要如何因应 其实我们在上周连线时有提到 南韩政府目前是希望将之前南北韩 在2018年两韩关系还非常紧密 非常好的时候所签订的 919军事协议的效力把它给终止掉 这个军事协议当时就规定说 南北韩的交界处这个非武装地带 会构筑一个飞行禁区 现在南韩希望把这个禁令把它解除掉 如此一来就可以让南韩政府 让南韩军方能够在这个交界处 进一步的来侦测北韩的动向 而且尽早做准备 那其实在两周前 这个南韩的合同参谋本部议长金成谦 他在国会的国政监察的期间就公开表示 往后北韩如果要挑起战争的话 很可能就会采取像这一次哈马斯 和这一次哈马斯相当类似的方式 所以现在南韩军方正在针对 如何因应北韩对南韩采取 比如说在边境地带这边 设长城火箭攻击南韩 现在南韩军方先要对此展开 进一步的检验和补强措施 那这个金成谦议长还研判 目前北韩保有的长城火箭 大概有700多发 其中在边境地带可以对南韩首都圈 构成威胁的火力大概有300多发 那他也表示目前就是因为 这个919军事协议所设置的 这个禁飞区这个条款 让南韩的监控北韩军情的动向的能力 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所以希望能够把这个禁令赶紧解除掉 那目前南韩军方声称 当北韩这边展开武力挑衅 如果从边境地带前面 发射火箭炮到南韩的话 南韩是有足够的能力 即刻对这个原本发动攻击之处 直接实行报复的行动予以打击的 那这个合同参谋本部也表示 10月27号开始就已经展开 对于这个北韩部署长城火箭炮 位置的这个侦测作业 并且实施能够清除敌方 大规模火力的歼灭训练 这样做的目的很可能就是要防范 北韩会趁乌克兰战争 还有尾巴冲突这些 国际局势动荡之时 可能会有所行动 所以南韩这边就有得 必须要赶快的有所因应与准备 好谢谢钱豪详见说明 而接下来今天我们要跟钱豪请教最后一题 跟老百姓的生活有一些关系 这个疫情叫做牛节节诊 是牛会出现的 其实前两年据了解在台湾就有牧场出现 这样的疫情 还好当时有控制住 可是听说最近南韩也有这样子的疫情出现 那么有多严重呢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这个是牛会生的病 那么对人会不会有影响 那么去韩国观光台湾游客 是不是接下来有什么事情要注意呢 钱豪 其实对观光客目前看起来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只是说来到南韩旅游的民众 应该都会有耳闻 或甚至吃过韩牛 或者是带着小朋友去喝香蕉牛奶 但是近来南韩的养牛的农家 就是因为出现了 刚才安琪姐提到的牛群感染 牛节节诊 这样子的病状 让养牛业者叹息连连 政府这边则是绷紧神经 安琪姐刚刚提到的牛节节诊 它其实是一种经过蚊子 苍蝇或者是吸血虫 所传染的疾病 它并不会传播给人类 也不会透过空气传播 而且只会在牛肢发生症状 感染的牛肢会出现 一开始会有食欲不振的现象 然后身上会开始起疹子 这个疹子到后来会开始溃疡发烂 之后会导致牛脂分泌奶水的量会大减 受孕率也会降低 目前经由经验研判 死亡率大概落在10%上下 刚才安琪姐有提到 之前台湾也有出现过这样子的问题 在2021年新北市也有出现过 发现牛脂感染牛节节诊的症状 索性很快就控制下来了 并没有酿成大祸 但是在南韩这里 这回今年这一次是第一次出现 在中青南道的瑞山市 有一个农场在10月20号 农场的主人就通报 自己饲养的牛脂有出现染病的现象 一开始是食欲不振 后来皮肤就有问题了 那之后两天后又扩散到 经济到平泽市的养牛农场 所以南韩当局已经不敢掉以轻心的 赶快的封锁出世的养牛的农场 并且在半径10公里之内的周遭地区 展开消毒作业 而且开始要扑杀发病农场里面的牛脂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街道的数据 已经扑杀了超过5000多头牛 那当下被认为最有效的预防牛节节诊的方式 其实是赶快的对牛脂施打疫苗 南韩政府其实原本定下的战略是 要赶快的让发病农场10公里以内的 其他的农场的牛脂也赶快的接种疫苗 产生抗体之后就能够阻绝感染 其实南韩政府从去年起就已经意识到 这个牛节节诊这个病状迟早是会进来南韩的 所以就已经事先采购了大概54万剂疫苗 这个数字已经足够让全韩国 全南韩大概13%的牛脂施打 那如果只聚焦在这个我刚刚提到的 发病的这个中青南道还有经济道 这两个最初出现症状的农场 方圆10公里以内的牛脂 目前推算大概有5万多头 那么现在的这个疫苗数量 要看起来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疫苗数量 50多万剂其实是相当充足的 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呢目前令人担心的是 这个牛节节诊扩散的速度 比想象中似乎来还要来得快哦 因为到目前为止 包括很远的江源道 还有中青南道这些地区 也都陆续出现有农场的牛脂 感染了牛节节诊 目前呢发病的农场 计算已经多达60多处了 由于呢这个牛脂就算接种疫苗 跟人类一样 我们接接种这个这个疫苗 抗要产生抗体 最快也需要大概两到三周的时间 如果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 让多数的牛脂都接种疫苗的话 最后就有可能导致疫情失控了 很可能会重演20多年前 相信大家台湾观众应该也还记得 口提议肆虐的噩梦 当时南海也历经过 所以到时呢对于食品安全 还有对于经济发展 对于出口都会造成重大的影响 现在呢南韩当局正在加速 对于各个农场的牛脂的监控检测作业 而且不断的呼吁农家 或者是周遭的民众 如果发现牛脂有异常的话 就要赶紧的进这个通炮 让政府能够赶紧的介入处置 而为了避免这个牛节节诊 扩散到其他地区的牛脂 南韩政府一开始是拍板紧急要采购 170多万剂的疫苗 但是呢在前天又更改的计划 将这个采购量提高到400万剂 力拼要在11月10号以前 让全国多数的牛脂都能够尽可能的接种疫苗 到昨天为止 接种率已经达到了54.1% 那为了防范这个牛脂染疫 你可以看到现在其实南韩政府 正在与时间展开赛跑 好不过这样54%就过一半的牛 已经打疫苗了 听起来这个进度倒是掌控的还蛮不错的 不过后续发展还要请钱豪带我们关切了 也谢谢钱豪今天带来几个最新消息 谢谢 谢谢下周见